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第22章 历代至上第22章总共有18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大卫筹备兴建耶和华神的殿 我们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6节 大卫筹备建殿 第二段是7到18节 大卫叮嘱儿子所罗门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13节到15节 圣经这样说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字十万塔连德 银字一百万塔连德 铜和铁多得无法撑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 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一章也就是21章 讲到了大卫因为数点人数 所以遭到神的炒治 神是以色列国 被神的瘟疫所攻击 死了七万人 但是我们在讲到上一章时 特别讲到历代志的作者 特别是在上一章突出强调一个要点 那便是大卫最终为建耶和华神的殿 选好的殿址 这就是神愤怒止息的所在 阿尔南河场 本章的内容就是接续上一章大卫买地 以及要将何场作为给神建殿地址的事 同时从本章一直到29章 经文也实际上围绕了另外一个重要主题 那便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 他着重要做的几件事 第一 想筹备建造神的殿 第二 更加明确历位人和祭司们的职责 第三个方面 就是儿子所罗门王位的继承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五节 大卫筹备建殿 我们知道 大卫老早就知道自己 不能为耶和华神建殿 这是撒末尔记下第七章 和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里面的记载 但大卫爱神的心 依然火热 他于是便一直都在为神建殿 而做其他准备的工作 当事情描绘到本章时 大卫除了为神预备了金银铜铁 石头和木料 还将匠人 工程技术人员都已经预备妥当 到如今更加主要的是 连建殿的地点都已经确定了 大卫王数额巨大的金银财宝 比较多来自于战利品 其中也包括纳贡国的奉献 有人认为 他所有的铁的原料 是来自于飞利士 香柏木来自于菲尼基 也就是黎巴嫩 这乃是推罗王西兰送给他的 他又从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 来征召石匠 和做重体力劳动的人 大卫做这一切充足的准备 都是因为当时所罗门还年轻 没有太多经验 所以不能独自完成 这庞大的工程 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讲的 我们在前头提过 历代制的作者 特别强调大卫家的荣耀 所以大卫虽然无份于建殿的工作 但建殿的准备 所有财富和材料的预备 却是大卫王的功劳 所以圣经当中有意的强调 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之间 工作配搭的紧密性 可以说父子二人 缺一不可 没有大卫的预备 尤其是在困难之年当中的预备 所罗门是无法一下子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和材料 来做这么大的工程的 同样 若不是神许可所罗门建殿 大卫就是预备了再多的材料和金银 也只能空置在那里 所以神恩待大卫 同时也恩待所罗门 让这浩大的工程 荣耀的工作 由父子俩紧密配合来完成 这样他们父子二人 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就都同时被提升 被抬高 父子二人缺一不可 接着我们看第二段 第六节到第十八节 这段讲到的是 大卫嘱咐自己的儿子所罗门 经文中告诉我们 感觉到自己在世上已经时日无多 他除了做一系列的准备的工作 以便于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顺利接手 那这些准备的工作中 尤其是牵涉到圣殿的建造 因为这会决定 他的儿子所罗门 在未来的时间里 在整个以色列王国当中的重要角色 建殿的工作 表示建殿的人向神敬畏 并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所以这荣耀的工作一旦做成 就不单单关乎所罗门江山的稳固 其实也关乎大卫王朝的千秋万代 所以在大卫对儿子的叮嘱中 既提到了神与大卫所立约的事 也提到了神向大卫应许 所罗门会建殿的事 在六节七节中 他向自己的儿子叙述了建殿的意愿 但是他明确说 作为一个流了许多人血的战士 神恨他乃是没有资格来担当着 做和平工作的任务 而他的儿子所罗门 其名字的原意就是平安和和平 他乃是神命定当中要建殿的人 我们知道大卫在年轻的时候 由于参加过许多的战斗 这便使他无愤于建殿的工作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见 正是由于大卫杀戮仇敌 才给整个的国家 尤其是即将继任的所罗门 带来了和平平安的环境 这才使得圣殿可以顺利的被建造 因此在这里要看见一个事实 大卫这一战争之子 却是在为和平之子铺好了道路 大家可以参考桑姆尔记下第七章九节 所罗门这个和平之子 其使命不单是要兴建神的殿 他更要称为上帝的儿子 并且要统治永远的国度 这是第十节 弟兄姐妹要注意了 这样突出的句子 其实是不仅仅关乎于大卫肉身的儿子的 他还关乎于未来的弥赛亚 因为在大卫的预言中 特别像诗篇第二篇 他就指出了在君王的身上 有神儿子的身份 这样的说法也被西伯来书加以引用 说明耶稣基督既是君王 又是神的儿子 这是在西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五节 还有五章的五节 因此在这里 所罗门所代表的乃是神的儿子 在他的里头还隐藏着大卫的另外一个后裔 也就是耶稣基督 他乃是完全的 神所特别喜悦的神的儿子 所罗门能为神建有形的殿 而另外一位和平之子 他要用三天就将神永恒的殿建起来 那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来特别留意历代之上 十七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在接着的经文中 十一节到十二节 大卫叮嘱所罗门 要顺服耶和华神 而且特别要寻求神的智慧 去遵行律法当中所有的要求 在最后的内容中 大卫有明确的数算 自己在困难之中 为神的建殿的工作 所积累和储蓄的金银财宝和重要的物资 这其中就包括了金子十万塔连德 这差不多相当于三千七百五十吨 而银子多达一百万塔连德 相当于三万七千五百吨 这是何等庞大的数目 另外还有多的无法数算的铜和铁 还有木材和石块 另外还包括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工匠 可以应付工程的每一方面的工作 这是十三节到十五节中的话 接着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大卫为了鼓励自己年轻的儿子 便命令以色列的首领们全力的来帮助他 他告诉大家说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于是全地都得享太平 因此为神建殿 现在乃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从所罗门到所有的首领官长们 全国上下最需要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并且依靠神的大能 一旦神的殿造好了 神的约会和其他用于供奉的神的器皿 就可以被摆放在耶和华神的殿中 这一切都在显示着 王对建耶和华神的殿 有着极其美好的憧憬 他对自己的儿子能完成此任 并得到以色列全国上下 全力的协助 抱持着迫切的期待 所以本章的经文十分的积极和美好 我们在本章中真能看见 一位爱神的君王 大卫的心智 好的弟兄姐妹们 历代之上第22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这章的内容当中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在第二段中 大卫对自己儿子所轮门的叮嘱 除了勉励他 要遵行神的诫命律例 再就是特别强调了 自己为神的殿所预备的一切 大卫乐意为神预备 哪怕是在艰难之中 这就提醒了我们 我们在艰难之中会做预备吗 是会预备给自己 还是预备给神呢 我们可以就着这方面 做一点思想 好的弟兄姐妹们 愿神每一天都将他荣耀的同在和恩典 又伴随我们的生活 又伴随我们的读经 愿你和我今天 能有着大卫一样的爱神的心智 渴慕他的荣耀 热气的期盼他的显现 无比享受他荣耀甘甜的同在 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和表现 神是知道的 他必会喜悦并赐福我们 爱你们 好看 谢谢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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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嘛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